你好,欢迎来到莫里手工,创意包猪手链 看中间的四条线左一做绕线左二做轴线边右斜卷结 右一做绕线右二做轴线边左斜卷结 再看左边的左三做轴线左四直六做绕线边左斜卷结 再看右边的右三做轴线右四直七做绕线边右斜卷结 看左边的左三做绕线左四做轴线边右斜卷结 再边个左斜卷结 左五做轴线左六做绕线边右斜卷结 然后换绕线边右三做绕线右四做轴线边左斜卷结 然后换绕线边右四做轴线边左斜卷结 再换绕线边右斜卷结 右五做绕线边右四做轴线边左斜卷结 右五做绕线右六做轴线边左斜卷结 右五做绕线右六做轴线边左斜卷结 再换绕线边左斜卷结 看中间的四条线 左一做轴线左二做绕线边左斜卷结 左一做轴线左二做绕线边左斜卷结 右一做轴线右二做绕线边右斜卷结 中间两险边右一做绕线 中间两线边右斜卷结 中间两线边右斜卷结 左一做绕线左二做轴线边右斜卷结 再编个左鞋卷结 右一做绕线右二做轴线边左鞋卷结 再编右鞋卷结 中间两线边右鞋卷结 左一做绕线左二做轴线边右鞋卷结 再编左鞋卷结 右一做绕线右二做轴线边左鞋卷结 再编右鞋卷结 中间两线边右鞋卷结 取下来 中间两线拧成二股变 中间两线拧成二股变 拧到结尾打个单截 拧到结尾打个单截 中间两线边右鞋卷结 再打个单截 再打个单截 中间两线边右鞋卷结 这边就编好了 把多余的线头剪去稍扎好 另一边的边法也是一样的 最后要在手链做个活动口 把两边手绳对立重叠 拿25厘米1的线边平结 拿25厘米1的线边平结 编三节就可以了 这里的线不要拉得太紧 因为是要做活动的 编好之后剪去线头稍扎好 活动口就做好了 整个手链就变好了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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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